欸我聊四季 天音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達達人對上孟加拉人 正常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看一下我們藍方是我們熟悉的MBL 那MBL呢這次是選了達達人 那達達人呢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高打低的時候傷害會增加25% 原本的25%再加25% 總共是增加50%的額外增傷 所以他的馬功高打低的時候傷害是非常誇張的 那他的馬功呢還有免費的母子環跟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所以馬功路線成型的速度也很快 那再來就是他的草原騎兵呢 也是草原騎兵系裡面遠防最高的一個文明 那到了後期他的絲護甲可以到遠防7 其實還蠻坦的 雖然沒有到遠防8這麼誇張 但遠防7也算不錯用了 雖然血量只有100多滴 但遠防7的效果可以讓他著死 有一番可以反擊工兵的能力 那達達人的後期呢主要還是打這個雀靴 還有這個投石器 那他的巨型投石機呢 有這個鐵木的工程術的關係 所以射程可以再多加2 所以他是巨型投石機射程最遠的文明 那達達人的後期主要還是打馬功雀靴巨頭為主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呢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生率 天生就有雙仿3 而且大象呢有這個複合效果 抗招響還有抵抗傷害 還有這個派科技的攻速加成 可以讓大象的攻擊速度再增加20% 所以他打相公跟毛相夫還有工程戰相 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孟加拉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相公、輕騎兵還有生率 是比較常見的一個組合 那大象、毛相夫反而比較少 主要是打這個相公為主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當然強女也是可以打的 但是就沒有太特別的特色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上方 孟加拉人這邊是選擇 不是選擇 看到上面金礦在上方 果子在下方 左邊是石頭 那他這邊前期果子會比較難挖一點 如果被壓制住的話 這邊還是有點小小的高地 那墨學的話有三片 那圍起來的話小圍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評價來說的話 剛好有幾個吧 剛好有60分 因為他這個圍的資源點不會太大 讓他前期來說會比較好過一點 那看一下MBL這邊 MBL這邊 哇這邊很舒服啊 金礦在正後方 石頭也是 附近也是在左邊 偏第一人遠的地方 哇這個地圖來說還不錯喔 這個有七八十分喔 地圖看起來還可以喔 果子在前方比較難受一點喔 這個高地如果被壓制住就會很難受 所以MBL可能會打一個強軍士 讓對手沒辦法進攻自己 那看到MBL這邊是五個人挖木 然後這邊再開出新的伐木場 九個人 九人挖木 然後開始打果子不到四個人 這邊犀牛吃完之後 就要來上這個 欸這邊有隻羚羊 OK打一下 哇邊打架還邊趕入 這就是頂尖選手 好 好 犀牛吃完 剩下兩隻羊 那 達達人他 每蓋一個新的承認中心的時候 也會給兩頭羊喔 雖然這兩頭羊感覺效果沒怎麼樣 但可以稍微補正一下他的經濟喔 好 這邊補了一個軍銀之後 馬上下了射箭場 兩邊打的P數都算蠻早的 都是19P 那孟達達人升級之後呢 會給兩隻村民喔 所以在升時代之後 孟達達人會有這個經濟效益的優勢在喔 會有一個領先 好 這邊稍微靠一下對方村民 好 按雷子槍兵出來 好 那MBL這邊是打槍矛前鴨的路線 孟達達人這邊則是選擇自己小微 然後 軍營之後 沒有補下任何的聖劍場 或是馬舅 沒有 那現在這種情況的話 出射箭場是最好的反制喔 現在看到MBL這麼多的槍矛 槍矛的話用矛兵就可以解決了 比較單純一點 好 這邊MBL把自己的兵都拉出去 唉唷 這邊再暴打一波 兩邊稍微打架一下 這個有點圍出來了 好 開始按出自己的矛兵 孟達達人這邊 準備要把自己家裡圍好 但上方這個洞又漏了進去 MBL再次騷擾到了孟達人 這隻刺頭能夠打贏嗎 兩邊稍微繞一下 好 再用村民去圍一下後面的 那MBL這一坨槍矛是沒有打算要撤退了 繼續追 拖到一下 殘血了 孟達這隻刺頭殘血 但這隻刺頭血量還很多 哇很忙很忙 好 那孟達人喔 果然把自己家裡圍死 那打大人這邊 MBL喔 是打一個比較 怎麼說呢 完全不圍家 就是用 自己的強軍士喔 把對方困在家裡 然後自己 趕快灑下農田 這樣就可以打出升級優勢了 這是一個蠻常見的一個做法 好 那你們看這邊 農田數量其實會有點小小差距喔 他圍家的話 資源量沒那麼好 當然升級也不會說差太多 因為他圍子算蠻小的 並沒有到非常大 好 這邊補下了城堡時代 那MBL這邊補下了一級絕金 標準的升級流程 好 後面補下了一個 馬舊 那其實有草原騎兵的文明喔 我也比較建立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都可以出大概6到8隻左右 差不多緊繃了 然後6到8隻這個數量呢 可以有效的給對方極大壓力 那自己的黃金需求量也不會這麼高 然後還可以有效 抵抗對方的升旅喔 即使你的草原騎兵被招走 也不會這麼心痛 背景一隻騎士的價格比較貴 草原騎兵相對便宜 而且還有異貢射程 打對方的 這個升旅喔 也有遺地的幫助喔 那再來就是還可以秀對方的毛兵跟槍兵喔 草原騎兵的優勢 有著異貢射程 操作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很害怕對方的弓兵喔 像孟加爾人現在轉出的弓兵出來 欸 奴兵補上去 二級色也還沒按 哇 我覺得他是忘記按了 欸 二級色還沒補 怪怪的喔 好 這裡補下輪子喔 MBL這邊是打一個草原騎兵 然後加毛兵的前壓 好 補兵數量來到了10隻 這樣10隻的話威力就很強 稍微用勝率抵抗一下 好 MBL這邊轉出了戰毛兵的升級 然後自己家裡則是3TC開農 好 奴兵出來 下面秀下操作嗎 看一下 回去高地繼續攻擊 這邊工程器製造所取消之後 馬上又再補了一個新的工程器製造所 上方這邊著想 哎呀 老頭直接倒地 果然老頭 不走位還是很容易被 戰毛兵給打掉了 好 即使有這個三防的效果 速量力多還是有點難擋 重點是 MBL 已經點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但孟佳阿倫這邊工兵鎧甲 跟二攻都沒有點了 這個升級出現了一點小小失誤 好 那孟佳阿倫這邊補下了三棟城鎧中心 那由於孟佳阿倫 三級死會每一棟城鎧中心 給兩隻村民的關係 那這個效果 讓他升到地龍十代史 如果你有五棟城鎧中心的話 就會立刻補十村 哇 MBL 這邊直接收掉了所有的老頭 好 還有一隻老頭在裡面 還可以有機會嗎 再槍 沒有彈到血 可邪了一點 還不錯 MBL 這一波打的FU是非常巨大 但村民術沒有領先太明顯 兩邊都是處於P數相近的狀態 但是孟佳阿倫這邊如果沒有點下二級一射的話 會對於他後面的防守或進攻騷擾都會有問題 希望他會發現到 裡面這台頭車會怎麼打呢 頭車出來先砸一發 沒找到MBL 結果被MBL後面這台頭車給砸掉了 哇 MBL 這邊秀滿臉啊 反應非常快速喔 孟佳阿倫這邊應該心態炸裂了吧 那這邊由於陸戰打不成喔 所以開始打生旅戰 雙修道院 開始在轉出生旅科技 神聖思想跟救贖思想 分別是增加生旅的血量 還有讓自己的老頭 可以招搶對方的工程器 抵抗這個頭車前壓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救贖思想還有二十幾秒 這邊要先稍微撤退一下 MBL這邊打得很兇喔 但村民術稍微一點落後 也沒到落後啦 因為孟佳阿倫就多兩村 多個一兩村而已 左邊這一坨工兵 結果想要去騷擾 結果被MBL的戰毛命給壓了回去 MBL這邊防守相當輕鬆 那孟佳阿倫後面也沒有偷藏什麼輕騎兵之類的 他可能就會打輕騎兵會偷到經濟 稍微再小小加速一下下 MBL這裡補下了手推車 經濟來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孟佳阿倫這邊則是也要傳報帝王世代 這時候補一個 城鎮巡邏 這個有點微妙 應該是先點帝王世代 然後 再去補這個城鎮巡邏才對 好 那這邊MBL又換掉了一台投石車 這邊用森嶺照一下的投石車 被戰毛兵給逼了回去 OK帝王世代重點按下 他在研發前面這個 壓力會有點大喔 但應該是可以研發好了 因為這只有兩台投石車而已 而且還有救贖思想的森嶺 基本上不太可能擋不太住 頭車砸一發 不 舒服 好 這邊換 但是對方高打滴 躲過一發 再一發 但是高打滴傷害減免 沒換掉 反正自己被換掉了 哇 這就是要常常注意高打滴的問題 高處打低處 低處打高處 這個要特別注意四季帝國裡面的細節 你打低處打高處傷害就是比較差一些 人家可以活下來但沒有辦法 好 那現在時代入後大概有一分 一分多鐘而已喔 其實沒有差距太大 噢 這一發中了 我就覺得奇怪這個石頭路徑怎麼這麼貼近 占毛病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精彩回放 再看一次MBL全島 喔 舒服了 這個投石車喔 打得非常漂亮 好 稍微加速一下下 大量的森林走出來 兩邊應該是神道地龍時代才會開打 好 那目前孟家人喔 是五座城鎮中心喔 所以他這邊生石帶來說 是待會會會直接噴出石村喔 所以現在看到 哇 直接變成115村 村民數非常多 瞬間領先 MBL這邊石村 所以現在兩邊分數其實蠻相近的 MBL這邊是轉出了 大量的草原騎兵 哇 要來走一個草原騎兵路線 那草原騎兵的話 會比較害怕對方的 馬功喔 還有這個 那個工兵單位喔 但如果丟一下施護甲的話 就會有稍微能抵抗一下下 雖然被射到還是蠻痛的 只要雖然夠多的話 那孟家人這邊的路線喔 補片羽都是打相公路線 所以打這個工兵路線 也是OK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強大 這邊裝城堡了 這坨工兵讓MBL會有點麻煩 但MBL也可以選擇喔 瘋狂出這個戰毛兵去擋就可以了 其實MBL的選擇也是蠻多的 好 兩邊還沒有要對決 先稍微再加速一下 這個工兵跟老頭走路太慢了 工程進度非常緩慢 MBL有足夠時間慢慢把這個科技給升上去 而且現在是雙兵工廠的研發科技 這個兵工廠 研發科技非常快速喔 我自己也很喜歡雙兵工廠 瞬間攀科技 好這邊老頭直接應召馬舅 馬舅裡面的草原騎兵被逼了出來 直接變成孟加阿倫的馬舅 那孟加阿倫這邊就可以用他的馬舅 來升級輕騎兵跟蹤技術喔 稍微來補一下這個輕騎兵的路線 那輕騎兵路線也是非常適合孟加阿倫 因為孟加阿倫本身沒有騎士的關係 所以需要機動單位的話 只能用輕騎兵去取代 不然就是要出寶兵戰車 但是戰車就需要黃金 而且操控起來也不是相當的方便 所以你需要去切換他的近戰效果跟遠戰效果 所以普遍來說 孟加阿倫需要近戰單位的時候 還是會選擇輕騎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那目前看到達達人這邊是 已經要升到了跟蹤技術 好處也要升好了 目前草原騎兵的遠防是4點而已 這邊老頭 一直在給壓力 戰毛兵開始要做一個包夾了 上方兩隻 26隻 加上正面的草原騎兵也是26隻 總共52隻單位 正面的城市中心快要暴斃了 兩台投車開始繼續投 唉唷 這邊硬招 應該會被招掉 但是MBL發現對方老頭沒有在空 老頭一直被戰毛兵打 強盟數量也不是夠多 哇完蛋這個槍龍直接被吃掉 草原騎兵直接一個包抄 老頭完全沒在招翔 直接送光了 唉 還是那個老頭剛剛是全部點一隻的關係 所以全部進入CD時間了 哇看起來是耶 他這邊馬上補下一個神拳正智 神拳正智的效果 就是讓全部的僧侶招翔同一隻單位的時候 只需要一個僧侶休息喔 哇這個尷尬了 孟加爾仁 直接送掉一波大碗的 這一波非常逆勢 分數直接被扣了500分 但現在還有機會喔 如果這時候轉出相公的話 還有自己的槍兵 可能有點機會 就要來看一下孟加爾仁有沒有這個靈性 去轉兵 好這邊稍微再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MBL這邊草雲騎兵 開始到處騷擾 三房也要補下了 孟加爾仁這邊已經來到200人口 到達最緊繃的狀態 好三房補下 補下三公 MBL準備來一個 草原騎兵爆了嗎 好這邊開始轉弱嘛 草原騎兵繼續戳 哇你看這個工兵 完全追不到 但是被射到還是很痛啊 這個草原騎兵還是很害怕箭矢 雖然達拉仁的草原騎兵遠防已經算很高的了 這就是天生的劣勢效果 好就變這一撮墓區被殺弱的有點煩 好草原騎兵這邊 都到了很多村民 村民術已經下降至134村 那MBL戰術是150村戰術 好孟加爾仁 直接用大量輕騎兵 家裡可以用槍兵或者是草原騎兵繼續防守就可以了 草原騎兵是打得贏肉馬的 畢竟是黃金兵種 好這裡補下絲護甲 絲護甲補下之後 記得進遠防會各加一吧 1加1 0加4 2加5 遠防7 草原騎兵的防御率已經升到最緊繃了 好孟加爾仁現在到處使用自己的肉馬 到處騷擾 那達達爾仁這邊則是補下了3級的工兵鎧甲 這邊難道是要轉馬功了嗎 好補下輪根制度 把這個3級農也點上去了 現在孟加爾仁的家裡經濟非常的慘 好MBL補下了鐵木兒宮城術 鐵木兒宮城術這個效果 非常強大 還可以點出這個火焰駱駝 可以拿來使用 那火焰駱駝呢 是針對對方的騎兵單位 會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一整群的那種 你就把他當成會有騎馬版的自爆兵 然後是對騎兵單位有外增傷 打大量遊俠或是馬舟單位都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達達爾仁我覺得他在團戰來說也是挺有影響力的 不管是鐵木兒宮城術的效果還是火焰駱駝 還有這個馬功都是蠻強大的 那對方一個足成戰法把正面圍了起來 巨型頭司機開始開拆 Ambio這棟城堡可能不妙 對方巨型頭司機有點過多 後方47隻的強奴 怎麼打呢 好這裡開始在補槍兵了 孟家人意識到自己的抗騎兵單位不太夠 這裡有洞喔 要鑽進去嗎 好不鑽 從右側繼續騷擾 好這邊孟家人意識到右邊有洞 趕快補 好鐵木兒宮城術已經升級好了 目前巨型頭司機的射程來到了誇張的19射程 一般的射程都只有16而已喔 或是16加1 工程工程師 那這邊是直接16加3 那我會覺得喔 這個打打人的工程喔 單純以打城堡的巨型頭司機的效果來說 應該是打打人的效果最好用 距離最遠 雖然它沒有外增傷喔 但是它是距離遠的關係喔 可以拿到一定的距離優勢喔 在安全的地方 開始進行工程 好這一點對工程器來說是很重要的 好那這邊有5隻草原騎兵 繼續往前衝 那我們再繼續衝對農田村民呢 哎呀農田村民直接被打著跑 好 好大龍馬去水平送一下 直接撞城堡也無所謂 他可能想要減一些人口 原人口一直處於200人口 但MBL一直沒有行動啊 反正是讓對方一直蠢蠢欲動的感覺 OK這邊有要開戰的跡象囉 強奴來到了驚人的52隻數量 MBL要怎麼解這坨強奴呢 這是個問題 中戰毛邊的話要解一段時間了 夢家人的疾兵也轉出來了 但還好對方疾兵只有2防而已 如果轉出馬弓的話 可以稍微能扛回去 但是強奴的話就不太好打 好MBL這邊第一時間 攻擊對方城堡 城堡直接殞落 後方強奴一直在輸出 戰毛兵也是開始往上 哇這邊戰毛兵高打滴的傷害非常痛 這個就是打打的高打滴嗎 好痛 強奴直接血量爆噴 好這邊選擇攻擊完 城堡之後 哇這個巨頭11這麼多台 15台 15台巨頭 OK 但是夢家人的強奴數量還是沒有減少太多 還有47隻的單位 這邊巨頭11又再度架了起來 直接攻擊對方的巨頭11 巨頭11這邊一發都沒砸到 但是強奴數量開始在減少 這邊戰毛兵正面硬扛 好巨頭11也在幫忙輸出 這就是海馬斯飛彈嗎 高射程 屯屯屯於展明 好遠還在打 這個就是19射程的巨頭11 多臨 太屌了 高射程 saves 這個就是打打人 太帥了 na 這打打人 MBL完成這樣子 感覺有點羞辱對手 是我的錯覺喔 還是其實打打人版應該要這樣子吧 是我的理解方式錯誤 出這麼多巨頭 然後不怕要對方拆 有可能對方只有輕騎兵喔 MBL完全不怕 他光出大落馬就可以打贏對方輕騎兵了 好MBL這邊 黃金量非常誇張 配到2000多 甚至快3000的數量 對方直接用大落馬上去硬貼貼 貼上了這些強弩的數量 好強弩這邊還有級兵在防守 大落馬瞬間消失 巨頭時機又架了起來 隕石樹 砸到了一些強弩 再一發 哇又砸到了一些 但是砸到數量並不多 一隻只有打到一兩隻的數量而已 這個村民應該害怕極了 前方一大堆的飛彈在他眼前落地 這個就是中世紀的 飛彈嗎 非常可怕 要按到二十隻 二十台巨頭 那這場MBL對手 我記得是2500分 把2500分的對手 當1500分再打的感覺 那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因為孟佳倫出兵 也是選擇了一個 比較好針對的狀態吧 那其實這邊孟佳倫 轉出大象來說就很好打 但他這邊其實沒有足夠的資源 強弩也是一直出 沒有在變動的關係 那MBL這邊直接出戰毛兵 也可以打的回去 好巨頭C直接攻擊 但是這邊對手連GG都不想打 打直接按下了頭響 MBL這邊太狠了 二十台巨頭 無腦開拆 有點猛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完全拿下 基本上都是小贏 也沒有到非常大贏 只有這個石頭跟肉 稍微贏了一些而已 經濟方面兩邊都是差不多 但首推測是MBL比較早補下 孟佳倫這邊是四次分才點 但是他由於有這個村民術的領先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來說不會輸的太誇張 那這一場我覺得最有看頭的 還是這個鐵木工程術 十九點工程術 那讓這個MBL 也可以拿巨型投資機 當作一個輸出角色 讓強弩沒有辦法好好的遠地降A 而且真命一直有戰毛兵補上 讓孟佳倫完全打不出去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敏捺 這是 有機 wall 2 2 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